台股今天量能又不見了 而指數的部分呢 跟其他亞洲股市比起來 已經是相對抗跌 那麼接下來大盤能不能直穩上攻呢 我們先日盛投顧了李秀麗分析師 來告訴大家 粉絲台股昨天漲勢強勁了 那麼今天熄火的原因是什麼 接下來看盤重點又有哪一些呢 今天當然整個指數是在破底盤 8501之後的一個 橫向震盪整理的趨勢 但是還是沒有改變 原因關鍵就是為什麼要延續 這樣的整理沒有量 那量能再創今年以來的新低 我大概也算了一下 以今年的一個低量 來做一個追蹤的話 其實這個低量 今天寫下來的一個新低量 617億的這個數字 跟去年的536 那之前還有456億 這也是正所稅風波的當年 最低的一個低量 那大家可以看得出來 就是以600億的一個數字來看 的確還沒有到達 所謂的一個窒息量 那這個部分裡面 是不是一定所謂的低量之後 會有低價 這個部分裡面 我們倒沒有這麼的悲觀 只是提醒大家要注意的就是 整個第四季 因為有選舉的一個關係 那不只是台灣的一個 地方性的721選舉 還有包括美國11月4號的 其中選舉 所以這個國際盤畢竟在這個時候 都會形成一個比較大的一種 正式盤干擾的一個因素 所以我們相信 這個也是造成市場 觀望的主要原因 那這個觀望盤 也會反映在 整個主要的一些電子股 像大型的全子股 昨天才剛帶著 大家反彈的這個台積電 中場就是呈現一個 小跌的情況 那其他的一些 全子股的這個部分裡面 像這個聯發科啊 或者是高價的大力光啊 也往往都收在一個盤下的格局